透过托波活动 也要将所得捐助教育和慈善用途 佛陀教导出家人托波形化 就是要少于知足专心修行 要少于安心修行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透过托波 来获得食物和生活所需 这个队瓦,让我们去共警審 让我们正这个福建 了解,我们出家中 也是以资比资费 佛陀的精神 来这个准化人心 感谢我们新杰市 以及各市廟的 这个 我们的佛区 这会的这个托波 我们可以吃这些 成为善用 传统的托波 是出家人每天必要做的事 受到信众供养 少量知足 这就是佛陀智慧的教导 另一方面 也让布施者有机会发心 同时学习出家僧众 少于知足的生活形态 而大高雄佛教会 所举办的托波活动 所象征的就是清静善业 也是三宝注释的表彰与传承 法界新闻吴庸曲高雄采访报道